今天要做大概有三件事 第一,我们要讲一下钓鱼台 就是我们今天的结尾 就是讲最近发生的事情 这个不算历史 这是根据媒体的报道 所以我不是专家 我不是权威 我只是把媒体的资料 就是介绍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然后我们一起讨论 后来我想我们还是第二点 就是第二点还是 还是尽量用历史的分析的方法 来分析这个钓鱼台的问题 所以我就上网 我去找这个第一是台湾的外交部 他们怎么 他们用什么样的证据来主张 钓鱼台是属于台湾的 再来是日本的 日本是用什么样的证据 再来是大陆 有什么样的证据 所以我想这样子 我们到时候先讲一下钓鱼台 然后我们分成三组 一组是代表台湾 第二组是代表日本 第三组是代表大陆 然后我们来辩论 台湾跟大陆应该是一样的吗 是对是一样的 对是一样的 不过是一样的 不过他们提出的 他们用的证据 我觉得好像稍微有点不一样 所以还是对 能说得对 所以还是有两组 因为他们还是 还是不同的 应该算不同的政府 所以我们还是有三组 但是说得完全对 然后我们还有最后一组 是做这个 评论的 评论家 他们决定是哪一组 是赢家的 然后他们就把钓鱼台 就归给那个 这个是评论的 我给你强调 那为什么现在 就是说时常在报上 都可以听到 就是说 菲律宾的人也有 involving this issue 然后越南人也有 可是你现在 来到菲律宾跟越南 对 我也是 我以前在 对 钓鱼台没有 哦 南海人 对对对 这个是 对 这个牵涉得很广 哦 都对的 因为一方面 这个也是牵涉到南海 以前没有牵涉到南海 现在牵涉到南海 然后我 以前但是一天没有 就是纯粹来讲 它只是有三方面 不过我有在 Huffington Post 我有写个专栏 有关这个钓鱼台的 然后我有提到 这个三方面 然后我也收到这样的提点 他们说 你为什么也没有提到 菲律宾什么什么的 所以就 但是很复杂 因为菲律宾 它是不是只是代表美国的立场 它是不是只是美国的一个傀儡 我们还不知道 可是现在的菲律宾想跟美国人 对但是 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明年 我们再会 然后我也是准备 因为我们上次 我们谈台湾历史 明年一整年 我们都谈台湾的历史 然后我准备这个课程表 然后我想 因为我上次讲的 我讲了很多 比较 怎么说 一些很多的内容 我想让大家知道 我的内容的来源 是来自于哪一些书 哪一些文章 所以我们把这个钓鱼台解决了之后 我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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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这么简单 我就希望 如果大家发辩的话 我们就一起 我想大家先看一下 然后我慢慢就 就用几分钟来解释的话 我明年的这个规划 然后我为什么 又选了哪一些书 来来这个讨论 哪一个就是台湾历史 哪一个哪一个 哪一个心态 好不好 OK 那么先就是简单的 它那个 钓鱼台 我们也不要 道路也在钓鱼岛 然后这个 这个 日本也叫 都很简单 但是知道 就是在这个 这个位置 对 然后 有这个 美国的媒体 一直在提这个问题 它到底钓鱼台 为什么是这么重要 为什么 为什么最近 才会变得这么重要 然后 有不同的说法 有人说 可能是石油的关系 好像是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 有美国的石油公司 有发现这边 有石油的资源 那这个是 日本的 好像日本的说法 也是说 以前不是这么大的一回事 但是 后来 有这个七十年代 美国的石油公司 又发现 有石油资源 这个 台湾美国 大陆才会 把这件事情 弄得这么大 或可能是鱼 可能是鱼的问题 这边有很多的 这个 还有很多的鱼 这边是很多 我记得 我上上一次从台湾回来 我是经过 我经过这个 我是在那个钓鱼台那边 我是在上面 大概是50,000 feet 所以 然后我是往 往下看 看了很多 很多的 那个好像是 好像是 是灯泡 看了很多 但是好像是 停车场一样 我看了满 这个满海 都是 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问那个 空中小姐 她说她也不知道 所以她问那个 pilot pilot就回答 她说都是渔船 她说那边都是渔船 都是渔船 因为那边 这个 这个海都是渔船 所以这边慢慢的 就没有渔 还有一个问题是说 那个渔船 为什么我们从 这么高的地方 看到那个渔船 还是可以看到 这么亮 因为他们用的电池是 那个 Lithium battery Li-an 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为什么这个是 成为一个问题 因为他们用完了之后 他们就会 扔掉 然后就造成污染 所以 据我所知道 日本很关心这个问题 因为如果 这个地方 如果这个水 就变得很脏的话 就那个鱼就不能吃 那日本也没有 也没有鱼吃 我记得 我在 我忘了在华大 还是 好像在PLU 在PLU 我们有一次办了 一个活动 我们请那个 金星处长 来 还有他的 金星处长来 跟我们一起 讨论这个问题 然后有PLU的学生 他提出一个 idea 他说 那这样子 日本这么关心 这个海水 干不干净的问题 我们这样子 让台湾派 派一些科学家 去做一个test 去调查 这个水 现在干不干净 然后 就把这个宣布出来 第一 可以代表台湾的 科学的发达 第二 他可以警告 日本 就是说 他有提出 这样的一个想法 后来 那个金处长 他把这件事情 报告给外交部 后来外交部 确实派了一个 一些科学家的那边 去潜水 去调查那个海水 然后后来 我又跟那个学生讲 他非常高兴 所以真的是很难得的 OK 还是民族主义 这个事实上 钓鱼台 这个 很小 它不算什么 但是它被 它被 这个是另外一个角度 也有人说 不是石油 不是鱼的问题 只是民族主义 就是nationalism 国家主义 就是大陆 或者是台湾 或者是日本 就是 三方面 这个也是牵涉到历史的问题 只是要利用 这些小岛 来怂恿他们自己的民众 比方说有人说 在大陆 可能要让他们分心 大陆现在有这么多的问题 这么多的挑战 他只是要用这些地方 来让自己的民众分心 所以现在还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 他们的重要性 是来自于 那大家知道 记得很清楚 有台湾的这个民船 台湾的渔民到那边去捕鱼的时候 日本就派了他们的海军 然后就喷水 然后这个是 这个大概是三四年前 已经有一段时间 这个是这个 最近的这个 南海的 最近的新闻 都是南海的问题 比较大 但是这个是出发点 所以日本是 采取这样的方法 是用喷水 结果有没有用呢 用一点点用 但是这个 台湾的这个 这个渔船 还是有来了 那我可不可以问另外一个问题 是 如果这个 这个什么 钓鱼台 这个地方 是很久以前 大概有二三十年 已经变成非常 灵重灰 我覺得問題不只是釣魚台的附近代表清潔, 我覺得是整個大陸清潔。 現在最嚴重的問題是整個中國大陸現在污染得很厲害。 有人寫書,有人是研究中國大陸的污染, 專門是研究這個問題。 我想我們先不要 sidetrack,先把你的主題先講。 好的,好的,好的,不過這個是怎麼clean up這個問題也是非常大的。 OK, we have side turn. 謝謝。 OK,那中國道路那方面,他們是怎麼釣魚台的問題, 他們是採取怎麼樣的措施,怎麼樣的,他們的 strategy是什麼呢? 日本的 strategy,我剛才講是派他們的 Coast Guard去噴水, 對,那中國道路呢,他們是派他們的這個民船去,很多很多去。 我記得1949年,就是說有一種說法,美國的情報局好像有一種說法是說, 毛澤東要登附台灣的時候,他也是要用民船。 所以這個是一個,好像是一個比較傳統的一個做法。 他就是派很多船去,那這樣的話,他就組成了,就變成一股力量。 所以每一個地方,每一個地區都有不同的這個 strategy。 那我提到馬英九,這個馬英九是花了很多時間,有花很多心血, 要針對這個教育台的問題,要怎麼解決,怎麼處理。 他就是,這個是,他有,事實上他就,他叫什麼,什麼, East China Peace Initiative。 事實上很多,我只是把它summarize,他裡面的內容很多, 就是說,don't take any provocative action,不要採取任何這個羞恿性的行動。 就是,don't take any provocative action,那是第一。 第二是說,keep the dialogue,keep the dialogue open。 第三,always have a peaceful method to solve。 第四,always try to have共識,怎麼講,some kind of consensus, thank you. 第五,馬英九很重視,就是,在我看來, 我是,當時我做這個記者的時候,有很多次有採訪他,認識他。 那,他當時,無論是做這個市長,或是法務部長,或是做總統說, 他有很多的理想,他有很多的想法,不一定能夠實現, 但是因為他是律師,他有很多的想法,所以他就是說, 很希望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為law,或是policy來決定的。 所以這個是他的peace initiative,基本的。 所以,就是原來是到了一個階段,但是後來,我想大家記得很清楚, 有一件事情發生了,就是台灣的這個旅船,有在菲律賓的這個北部, 那個菲律賓的那個Costa就開槍了。 我記得不記得這件事情。 記得是大概是三年前。 對。 三年前。 後來,後來,就在我們看來,我們看來是,原來是台灣那方面,跟道路那方面,他們對釣魚台的立場有一段距離。 但是後來,因為這件事情,他們就變得比較近一點。 因為有這個民族主義,他們就,他們的立場就稍微近一點。 這個是,不知道看來是,這個是中華民國認定事件發生位置, 然後,他們說是在菲律賓的這個領海以外,不是在菲律賓以內。 後來,就變得越來越瘋狂。 後來,很多的這個news,很多的這個資料,很多的新聞就出來了。 把這些事情弄得非常非常大。 大家記得不記得,後來這個台灣的這個媒體,還有大陸的媒體,他們就報道說, 菲律賓,他們有一個video,他說真的可以看到這個菲律賓的這個軍人在開槍。 那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我們不知道。 但是,他們有把這個video放出來,然後就,大家都很轟動。 大家就說很憤怒。 後來更糟的是,更糟的是,菲律賓的媒體是非常開放, 跟台灣的媒體是一樣,很開放。 所以,後來菲律賓,菲律賓的inquire,就是有新聞出來的是說, 那個菲律賓的coast guard,當他們那個開槍的時候,用機槍的時候,在開的時候, 他們一直在笑,他們在笑,他們很高興。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我們不知道。 但是,有這個媒體出來的。 然後,菲律賓政府好像向台灣道歉。 然後,台灣是把那個漁船拿回來給大家看。 然後,有幾個洞。 後來,這個,美國也慢慢地去介入,他們的這個Poseidon的飛機, 就是一個,他們是一個偵測的,偵測的飛機。 一直在這個領土,一直在這個附近,在這個,在釣魚台,那個Poseidon Aircraft, 美國的Foseidon Aircraft,一直在,在這個,在巡邏。 然後,日本也是用他們自己的PC3,也是在這個時代釣魚台, 他們一直在,在就是說,在hubbering around,就是,是一種,我們英文叫rattling the sabers, 不在中文怎麼講,就是說,是表示他的視力,就是宣示,就表示他,他還是,OK。 對,那這個是,美國是宣布說,我們事實上,我們不在家,我們不在介入, 我們不是在,我們不在做什麼,我們只是在,我們怕有潛水艇, 所以我們有偵測,我們所,我們的目的就是要確保沒有潛水艇, 因為我們希望這個海,這個海的那個部分是,呃,是自由的, 就是,就是說,那個,那個,那個郵輪,可以很自由地從日本,經過這個,這個部分, 那一直到歐洲,或者什麼地方。所以他們,他們表面上是這樣講。 後來,大家記得不記得,突然,有中國道路宣布,突然,這個是三年前,突然宣布,有一個,中文是到,英文是叫no fly zone, 中文是叫,東,東海防空識別區。但是美國,他們報道是說,他們美國的報紙說是一個no fly zone。 那兩個有很大的分別。 我知道,但是美國的,對,但是美國的,對,我覺得您說的很對,而且我剛剛在,您說的,我剛剛認識到這個重要性。 但是,我現在想,您這樣說,事實上,所以美國媒體報道的不是很正確。 因為,中國道路,他們說是,是說,你經過這個地方,你必須先通知我們,對不對? 如果你飛機,無論是什麼樣的飛機,你要先通知我們,就是這樣子而已。 對,但是,美國的媒體,我記得他們報道的時候,他們說是一個no fly zone。 no fly zone是不一樣,對,no fly zone是,如果是在戰場上, 比方說,美國的,美國的這個政府,美國的這個軍人,他們宣布說, 你不能在這個地方開飛機,對不對?現在是不是這樣子? 對,所以,但是我記得美國媒體,他們報道的時候,他們就說是, 一個no fly zone,所以他們報道的不是很正確。 最近,美國的媒體也報道了很多東西,有關於那個南海的問題,也是一樣的,不是很正確。 比方說,最近有一個,有一個美國的一個,不是航空母艦,但是另外一個船,它有經過。 但是他們經過那個南海的時候,他們是用一種方式是叫什麼,他們把所有的,好像所有的, 我不太記得,但是是一個和平的方式,好像是一個,不是surrender,但是是一個什麼,我想不起來。 但是美國的媒體報道的時候,他們說是,好像是很挑戰性的。 就是說,他們是經過那個南海的。 無論如何,no fly zone,就是說,美國,美國就把這些事情弄得很大。 然後他們說,這個是不是說,會導致戰爭或什麼的。 但是事實上,就像這位先生剛才講的是,這個北京的北京政府的他們的意思,不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你要先登記一下。但是後來,美國,後來日本,也把他們自己的,叫Air Defense Identity,也講出來。 對,後來,後來結果,過了幾天,過了幾天,美國也是用他們的B-52,又飛進去。 沒有通知中國大陸,就是飛過去,沒有通知他們。 是testing,看他們有什麼反應。但後來就沒有了,沒有任何的反應。 可是這個no fly zone應該是有一個international的definition。 可能這位先生比較了解。 據我的了解,比方說這個希拉里,希拉里克林頓,她要,她競選的時候,她說她希望在Syria弄一個no fly zone。 據我的了解,這方面我不是專家,據我的了解,no fly zone就是說,你不能這邊有任何的航空的行動。 I know the definition,but where it could be,shouldn't that be an international kind of,you know,settlement?definition? 你知道是哪一位對這方面是一個專家,是很早的一個專家,就是彭麗明。彭麗明她研究這個,她很早就研究這個。 所以美國就是試探試探,就看看大陸的反應怎麼樣,後來沒有什麼反應。 而且你看這些國家裡面,America has no place in there,they don't live nearby there. All the other nations at least live nearby,you know what I mean? OK,可以這樣講,但是,這是對的。但是美國,美國... 他們會這樣講,美國會這樣講,美國會講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就是說日本去,他們說原來美國是,就是說是閉關自首的一個國家。 然後第二次世界大戰,他們會這樣講,他們說後來日本去攻擊那個 Pearl Harbor,後來他們必須要反擊。 後來他們就慢慢地去,要去打日本。所以他們去打日本的時候,他們必須去,有很多的小島在這個地方,他們必須去接管那些小島。 那事實上,我的uncle,我的uncle就是在菲律賓被打死了。他是做那個,他跳,他做跳傘,他是做paratrooper,然後跟日本人去打仗,然後被殺死了。 然後他就在菲律賓,所以他就是屬於那個movement,就是美國網那邊。 而且也可以講,美國當時美國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很怕蘇聯,就是冷戰的時候,他們覺得你必須有一個buffer,就是一個緩衝的地方。 比方說,原來他們是希望中國大陸可以做他們的一個buffer,但是後來中國大陸,他們認為是,你們怎麼說,輪陷,就是給共產黨。 所以他們覺得是台灣是他們最後的一個buffer,他們美國是有這樣的。 那現在特朗普又要把台灣,是不是要把台灣作為一個籌碼? 我們不知道,就是大家都覺得很緊張。是。 美國在那邊,他們並不是要claim anything,他們只是要make sure,那個是個international的zone。 然後美國當時有他的movement,要challenge那個chinese的那個,大部分方的claim。 所以我覺得美國沒有什麼特別自私的行為。 你很堪氣啊。 美國照顧來感謝你。 但是他們可能會說,他們有很多alliance,他們的盟友,比方說他們跟日本的,美國的經濟跟日本的經濟關係很密切。 然後日本沒有石油的,然後沒有任何石油。 事實上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方面為什麼日本會攻擊美國,是因為美國就禁止。 我想大家知道,會禁止不讓日本去拿到它需要的石油。 所以就是說,他們覺得這塊,這個我們以後再談。 所以美國飛,讓那個B52飛過去的時候,我剛才說中國大陸沒有反應的時候,事實上有反應。 他們就有很多的抗議活動,有示威。 那到底是,我們看這個中國大陸有學生,有人出來抗議,示威的時候,到底是他們自己願意出來,還是是政府組織的?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都不知道。 我有很多次在大陸採訪新聞的時候,我發現很多他們的這樣的活動,都是政府安排的。 因為確實,確實我認識的中國道路的學者,還有朋友,他們實際上是很關心釣魚台,台灣這些東西。 不過,他們也知道,他們也知道,他們講國內的問題,他們知道中國的問題很多很多。 所以到底,美國的媒體一直強調說,北京政府是不是用這些東西讓他們分心。 因為像這麼多的年輕人,實際上他們最大的問題是什麼?他們最大的問題是叫hypotaxia。 我有一個學生是在西安,一個高中生,他非常聰明,他學物理。 他研究這個hypotaxia,hypotaxia是說,你的腦是缺氧,因為那個空氣困然太厲害的話,你有很長的時間你缺氧,氧氣缺oxygen的時候,你的腦袋就會慢慢死,你的那個細胞,你腦袋的細胞會慢慢減少。 那個道路的,應該每一個都市都有這個問題。 所以,你看那個年輕人,他們最大的問題就是這個,健康的問題。 吃的東西不乾淨,喝的那個水也不乾淨,但是他們這麼關心釣魚台,就是,anyway,就是美國是一樣,每個國家是一樣。 anyway,ok. Question,釣魚台有沒有長久的註意? 沒有,我們等一下,這個問的很好。 因為這個問題是,每一個政府,就是每一個地方,他們都有不同的說法。 有人說,好像有人說明朝的時候是有,也有人說是沒有,日本好像是說,沒有。 也有人說,好像日本是說,我想,您應該知道,好像有人說,好像馬英九,馬英九的,就是在上任的時候,有一些學者他們說,好像是,明朝的時候好像有人寫信,到這個釣魚台。 然後是承認,這個是明朝政府什麼,等一下這個證據就有,這個我們就看。 OK,最後,我就是提出最後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所謂的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就是那個空中的識別區。 事實上,我發現美國的跟加拿大很早就有。 事實上,所以我們美國的媒體,他們就說,你們現在中國突然要辦一個航空識別區。 是,好像是很突然的,就是違背國際法。 但是事實上,美國既有,很多人就有,我們就有了。 你看,就是,這個是美國的西岸,這個是我們的,就是一樣的一個識別區。 然後,我們這邊是東岸也是這樣子,一直加拿大也是一樣,然後一直到這邊,這個都是。 所以,很多事情是我發現,就是我個人發現,很多東西是,美國會去, 罵中國大陸,什麼什麼樣。 然後,事實上,美國已經很多次也是有這樣的行為。 不許,人家敢跟它。 比方說,那個南海的問題,不是最近,菲律賓和美國是告中國說, 你在南海,要做這麼多的島。 他說是違法的。 後來是告到那個,歐洲的一個最高的一個法庭,在Brussels。 後來,他們就,他們就說,對,中國大陸,他們的行為是違法的。 然後,中國大陸說,好,我們不管。 然後,美國媒體就覺得這事情很大,怎麼會這樣子。 後來,我們就,我們就發現,事實上,美國政府,很多次是不聽這個最高,歐洲最高的這個法庭。 很多次,他們說美國的行為。 所以,這種都是人的問題。 那,我是覺得,在美國的話,有很多地區, 生活平安靜,不會有陰性的問題。 但是,也有一些地區的話,一吵起來的話,就打起來了,然後有人就死掉了,對不對。 那你看,美國跟加拿大,他們喜歡相對,我們是好鄰近。 好鄰近,不會有陰性的問題。 但是,我們是好鄰近。 因為美國太強了。 對,說得對,說得對,問題是,現在美國最年人最大的問題是,它變成一個雙關語的一個。 它變成這個,就是從墨西哥來的這個,這個immigrant,這個refugees。 然後,有一個,有一個backlash的反彈。 所以,現在,我們自己的競選就是代表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會不會影響到我們跟加拿大的關係,不知道。 Anyway。 OK,我跟大家分享。 OK,那現在,我們就是,我希望我們用最後的時間, 我們有一個,這個是日本政府的,日本的外交部的宣傳。 所以,我希望有一組就是代表日本。 然後,等一下,我希望,就是大家,請大家就一起看,一起看,看一下,他們第一,他們提出什麼樣的證據。 他們不只是,他們是,他們是,他們不,我希望大家就討論一下,為什麼,他們不只是說,為什麼釣魚台是屬於他們的。 我也希望說,瞭解,他們拿出什麼樣的證據。 是,信件,是地圖,是,呃,呃,國際法,是,呃,呃,國際法,是,是,是合約,是說法,是歷史,是什麼樣的。 因為每一個地方都有不同的證據。 OK,然後,還有,台灣的外交部,也是有他們的證據,他們的說法。 那這個是,呃,這是,這是道路。 所以,呃,所以,呃,所以,呃,我希望是這樣子,我們配上三組。 然後每一組,呃,都,大家,如果可以的話,大概用五分鐘的時間準備一下。 然後,我們先,後來我們就share,我們就,我就,我就在這邊寫一下,先寫這個,呃,日本,他們是,第一,是用什麼樣的證據。 呃,然後,呃,他們有什麼樣的說法。 然後台灣什麼樣的證據,什麼樣的說法,然後道路,然後這樣子。 我們先把這個主要的內容寫出來,就簡單的。 後來,我們辦一個辯論比賽。 那辯論比賽,我們在,我在這個上課的時候,我在學校,我們都是這樣子。 第一組,有兩分鐘,來把他們的論點講出來。 呃,每一組,然後第二組,也是有兩分鐘,把他們的,他們的講法講出來。 然後第三組,也是有兩分鐘。 然後,每一組都有一分鐘,來,呃,反國。 然後,呃,如果,呃,如果不想反國,就沒有關係。 就是說,但是你只是有這個機會。 所以,我們就是這樣子,有發言的時間,然後有反,反國的時間。 然後,我們也有一組,是做這個judges。 然後,judges是要看,呃,他們覺得那個證據,他是怎麼用證據。 然後,他們最後,給他們幾分鐘的時間來做決定。 然後,judges,要到前面來,要解釋一下,為什麼他們決定。 所以,總共有四組。 對,有四組。 然後,第四組,第四個組,就是這個judges。 然後,他們要到前面來,他們要解釋一下,為什麼他們決定把釣魚台歸給日本,或是台灣,或是島路。 所以,好,那我們就這樣說。 OK,所以,呃,我先,呃,給大家一個號碼。 所以,one to four,一到四。 那請記住,如果你是一的話,你就是日本。 這個沒有什麼意義,我不是說日本是第一。 然後,如果是第二的話,呃,就是代表台灣,是屬於台灣的組。 等一下,如果得到一的話,請坐在這邊。 如果得到二的話,請坐在這邊。 那如果得到三的話,請坐在後面。 三,就是沒有什麼意義,三就是,就是道路。 台灣,台灣。 哦,對對對,OK,OK,謝謝。 OK,第一就是日本,第二就是大陸,第三就是台灣。 然後,第四,就是這個judges。 然後,judges,我就會,我等一下會給你們解釋一下,我覺得,一般以前我們怎麼樣judge。 OK,OK,OK。 所以,然後,OK,所以,第一,先,請記住你的號碼。 OK,OK。 one,two,three,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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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OK. nearest if you have a member,'t you have a member of the U.K., 있는 the questions in theaks. OK,那, now,我說,那請等一下, then turn up and move her. 後,one,到這邊,two,那這邊, three into that one, four,請等一下, 第四組請等一下,然後每一組請派一個代表,到前面來,拿你們的宣傳。 好,請站起來。 第四組請過來。 站起來。 你那是一個台主情感 有嗎 台主情感 他是地址 他是最好的朋友 你知不知道他是地址嗎 這裏都幫我們做事 對 剛才女生就沒有說 你這樣講的時候 這裏是一年之間的食指頭的 第三個 對 我去拿 這應該 不過 這些都坐著白 都要講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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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些人在跟討論 我們需要這樣 我有 這個一定換出來 都可以講 第一是 排除 第二 就是 他們剛才講的 就是要看影響 第三 我覺得 我們可以 要求 每組 每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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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每個學生 要講出 如果他們沒有的話 你就扣 等下 我不會把這個條件 藏出來 第三 就是說 你們也是要 決定 你們要用什麼標準 事實上 到底是用國際化 還是用歷史 還是地理 對地理 這個地理 所以你們自己 要 無論可能是在之前 你們做這個整整之前 之後 一定要跟大家講 實用什麼標準 來做這個決定 所以就是 四點 排除情感 第二是說 他們 他們講的 都要重複 都要重複 每組都要重複 要點一個 蘿蔔 還要一個棒子 對 對 然後第三 第三是 要確定說 每一組 每個人 都要看 每一組 每一組 他都給我 所以 看三 看 在看 再看 拍 請 進 謝謝 詞曲 李宗盛 是不是要每組一份 對 對 我們是有五個人 我們有五個人 對 我們是不是要討論 一分之好了 我們來看誰要上去獎 對 看誰要上去獎 我們只有五個人 你們雙雙雙雙 一二三 你不是雙雙雙 你不是雙雙雙雙 對 真的很難 那我想大家宣布一下 我剛才 我忘了講一個很重要的點 你們辯論的時候 有一個條件 一個條件是 你們發言的時候 至少每個人要講一句話 不能其中 不能選一個代表 就是把你們所有的論點講出來 至少每個人要講一句話 這個是以前上課的時候 在大學上課的時候 有一些學生很害羞 不願意講話 這樣的話會鼓勵學生 每個學生都在講話 所以我們用同樣的標準 用同樣的標準 所以你們希望大家都先決定 是哪一位要講哪一些話 所以至少應該每一組 大概你們有 一二三四五六 你們有六位 所以你們是中國大陸對不對 台灣 至少台灣可以找到六點 然後你們 請你們先決定 是哪一位要講哪一點 然後日本是一樣 日本裡面有六位對不對 日本應該有六點 有六個證據 有六個證據出來 我記得 包括他們 有 台語的台語 也有照出來 先把揮影響 第一組合 所以這個有很多的 醫生是我們很豪華的發生的 對於 我們有很多大事的 都不可能 我們會聽說 我們會聽說 我們有很多的 因為從第四十來講 就是各地來跟台灣 這些都是什麼大陸之間 我已經說所有的內容都要保護,這個不是重要,就是你們自己覺得哪一些內容比較重要,你覺得哪一些證據比較重要,你把它拿出來。 這個文件,有很多這個文件,我們就直接到辯論的這個階段,就是唯一的條件是每個人要講一句話。 年來做育館,做一台,跟牛柱useェ�, 那 Quem透過有優詐見他設跟我家族說, 這方面,所謂教育台,用語言作出的度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不行啦 我們已經 再去 這張的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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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事情 是 國軍 和這個大武器 都在 一段時間 不要反正在叫壓 不要反正在叫壓 不要講 不要講 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 1979年 和1767年 這兩段故事 第二 你講 你都在講 北京 你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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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講 你講 可是他們有一種是中國 所以我們需要台灣 回到台灣 這句話說的你講話 其實這個歷史,他都講的不快一切,都沒有用的,把官司講的。 你要看作文資料嗎? 對,我要看以前的文字, 他講的有歷史的悲劇, 我打很差,我們的順序是這樣子, 先是日本組有兩分鐘, 大概是兩分鐘, 希望每一位都有底點講出來, 然後是中國大陸有兩分鐘,台灣有兩分鐘。 然後我剛才跟那個傻子講說, 如果有一組, 就是說每一位講一句的話,就要扣一分。 這個是在學校的時候,我們也是這樣做, 就是說,因為在學校很多學生他們不願意發言, 所以我就是要常過他們,要鼓勵他們發言。 OK,然後對方在發言的時候, 我也鼓勵,如果你願意的話, 可以把他們的論點寄下來, 因為你們還會有時間反駁。 因為先日本講,他們論點講兩分鐘, 然後中國大陸兩分鐘,然後台灣兩分鐘, 然後日本又有了一分鐘的時間去反駁。 他們可以反駁中國, 中國大陸也可以反駁台灣, 然後這個judges,他們都會在注意, 都會在做筆記。 後來中國大陸有一分鐘來反駁, 大概是一分鐘,然後台灣有一分鐘。 然後最後,這個judges, 會給他們大概幾分鐘, 看他們需要多少時間,幾分鐘的時間, 他們會做一個meeting,然後來決定。 然後他們會用這樣的標準, 第一是說,剛才他們講說, 他們會排除任何的情感。 第二是說,他們會… 第二點是什麼呢? 第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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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會做一個總結, 大概做一個總結, 就是去總結說, 美族基本的立場是什麼。 那第三個。 他們會提出, 他們覺得, 就是說, 他們會講到一些證據。 他們會… 那最重要的, 第四點。 他們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們用什麼標準, 來做這個決定。 他們覺得哪一個標準是最重要的。 到底是國際法, 還是地理, 還是歷史, 還是什麼呢? OK,大概是這樣子。 OK, 請再用兩分鐘的時間, 然後我們就開始。 多久。 有個哪一個。 但是你 讓我看一下, 所以我看這個, 最多是台灣嘛。 加入台灣, besonders… 在後面。 достиг laser courage являются。 我們是臺灣的 我們是臺灣的 加油 你們都會確定是哪一位要講哪一句 要講哪一句 每個人要講哪一句 我們再用一分鐘的時間 我們要開始 你們現在講明是中國的官員 你們是中國的官員 中國的官員 他們是臺灣的官員 你們是日本的官員 你們是一個小的一個 然後等一下也許可以做一個大的一個 circle 可能我們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或者你們 我這樣說 你們三組做一個小的一個 circle 然後那個 judges 在外面看 我們就叫一個 我們叫一個 secretic circle 在學校 他最高上來這裡 你們講的 你們這裡 OK 好 那請大家 你們已經好了 但是你們先 日本組 跟中國大陸組 先站起來 然後先把你們的chairs 就組成一個 circle 所以我們都是在一個大的 circle 好 謝謝 這樣變得就比較好 你這樣只是看外面 你這樣只是看外面 你這樣只是你都有比嗎 都有比 OK 謝謝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聯合國 不是聯合國 這個釣魚台最高的法庭 然後 我們先歡迎日本官員 有兩分鐘的時間 等一下我拿 而且是每個人 夠 不是每個人 每個人兩分鐘 不是每個人 總共兩分鐘 但是大概兩分鐘 如果過的話 好 等一下 再過十秒鐘就開始 再過十秒鐘就開始 好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日本 一九五八年 中國的地圖 就已經承認 那個 尖閣居島是化給春神島 我是覺得 他這個 證據都相當足 所以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都有那個 證據還有簽約 然後 然後 這個 後面有一段 就是 中國 中國大陸的地圖 也把它畫成 日本人 默認 默認這個是屬於 中國 台灣 也都沒有反對 所以 就表示說 默認 默認 這個是屬於 日本的 對 這是在1895年 全世界沒有人 claim的情況下 日本就是 歸於他們 並且派了居民 叫人家居住 納了稅 所以是很 4 more 因為我是代表日本隊 所以我要講 日本的好話 這不代表 這不代表我的立場 所以想完之後 不要來打我 歷史上很清楚 在舊金山合約 裡面已經 把這個 尖岛 跟這個 沖繩島 列為日本 那沖繩島 因為美國在上面 打仗打了死很多人 所以他說 這個島 我美國要先跟你管理 那將來 像現在已經衝動 已經回歸給日本了 所以 在歷史上 這麼間短 這個 間隔諸島裡面 就已經寫好 要屬於日本 然後 特別是 這裡有人證物證 日本政府 日本人住在這個島上 而且日本政府有權 連跟他們爭稅 這表示說 日本政府已經說 這個島都是我的 那那個時候 其他的人都沒有出來反對 所以表示上 國際上 大家也都承認說 這個島是屬於日本的 因為沒有人 就是最近 因為發現了 有這種天然志願 大家才出來亂吵 其實這個根本就是 早就屬於日本了 有人證物證 謝謝 謝謝 我最後再加一點 在這個歷史上講起來 不管你說周朝 明朝什麼那些 都不能算 因為要看後來發生了什麼 那這個甲午戰爭以後 確實是 日本就認為他把台灣和這個地方都收在裡面 像他們剛剛所說的 就是他在裡面有居民做生意 做工業什麼的 那這個就是他的 問題是這個甲午戰爭的合約裡 馬關教育並沒有說到這個道 但是日本就假設他是跟著台灣一起過去的 而中國也沒有反抗 所以這個就算是日本有理 只是沒有文字上的意思 然後就要說這個日本打敗了以後 為什麼這個島就還給日本呢 因為事實上 中國是一個戰勝國 應該是把台灣附近的還給中國 可是中國沒有去簽字 這個舊金山合約 也沒有提到這些東西 其中也沒有真的提到釣魚台 可是就是大家國際公認說這個島 就跟著沖繩而變成被美國在管 那中國也沒有站出來講話 中國那個時候因為兩邊打仗 打得很厲害 連這個合約也沒有去簽 也沒有出來 當然就沒有想到要去站這個地方 所以等於是說自己沒有去爭這個權力 也放棄了 然後後來有一個鄧小平 他的一個很明白的一個紀錄說 我們現在中國沒有力量來管這些瑣碎的事情 我們不去claim它 所以這個也可以說是他就放棄了這個 這個國際法上到底是不是這樣 我完全不懂 可是我知道如果你跟你的鄰居 你如果那個禮巴坐到鄰居的家裡 過了五年十年那塊地就是你的了 因為他公然的沒有陪你反抗 因為他公然的沒有陪你反抗 那這國際法上是要多少年的我也不知道 可是這算是一種法律 就你們日本已經贏了 主要的是 我很高興 每一位就有發表 最重要的是每一位有發表 所以就沒有扣一份 這就很好 這就很好 你那個是中午左右 那不相信你可以吃 那不相信你可以吃 OK 很好 這個是日本族 那再來是台灣 我是中國 對不起 中國 剛才有法話 好 中國 好 你們有 我先問一下這位女士 你剛剛講完是不是他的結論 他們那種結論 現在不是反抗的事 現在不是反抗的事 先你們隨便發言 隨便發言 然後你們等一下有時間去反抗 正中發言 不是隨便發言 他們就現在他們的時間到 他們就結束了 等一會兒還有一個結論 對 反抗 可以有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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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們先不要管他們講的 對 他們講的 現在他們講的不重要 你們講你們自己的立場 然後等一下你們可以反抗 好 好的 我們這組是這樣很好講下去 每個人站著 那 我是覺得我們今天做的一種 好像是學術辯論 那我們重點是叫歷史的證據 不是說你就隨隨便便講出來 我一面自談 我們今天重點是在把歷史證據找出來 我現在先說 在中國的立場來說 我們把證據找出來 從最早的時候 因為中國的文化最早 勢力很範圍也很大 那時候很強的時候 日本人可能還在比較 比較 比較落後 中國 所以 在明朝的時候 就有人到琉球 到日本附近 這個記載是有的 那就是 中國很早的明朝 也就涉及這個地方的版圖了 在明朝 到了清朝以後 主播釣魚台 在歷史上 已經有記載 列入中國的版圖 很清楚的 謝謝 日本政府 在1884年附近 這個 發現這個 這個島 就是釣魚島 那個 發現它上面沒有人居住 所以 那時候就 法上派人去 做祕密的調查 然後 然後呢 他就說 他想要侵占那個島 然後在 發生那個 加奧戰爭 那麼 日本就 成這個機會 把這個 標語 和那個另外一個島 然後 納入他的 Hokilawa 那個prefecture 就是 成神縣 然後 在 那個 加奧戰爭 戰敗以後呢 他 他有一個 有一個日本的 向日本的 政府 申請 去用那個島 讓他住在那個島 然後日本政府 讓他 去用 或是住在那邊 三十年 這是我 我應該講的 他在幫你們講話 他在幫你們講話 日本本身 他最早的記載的時候 他的說 就說在1785年的 林子平所記的 一個書裡面 那個附圖上面 他就清楚的說明 就是說 將釣魚島列在 琉球三十六島之外 所以表示這個島 不是屬於琉球的 範圍裡面 而且呢 他在繪這個圖的時候 他把釣魚島 跟著中國大陸 畫成同一個顏色 表示他們是同一家的人 所以證明就是說 日本在他們的記載裡面 最早的記載 就已經說明 釣魚島是屬於中國 第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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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零九年 聯合同一家 給我 法國之外 會 進而 嘅 東中和天海 購國的 彼繁 最新中國地圖 1849年 美國車盤的 科等 1877年英國海軍編入的中國東海沿海、香港內海、遼東灣海海的地圖 那只講法國的法國地理學家 江醫生發問 2016年的倫敦出版的航海圖 也說稻魚島附近跟附近的島嶼 是台灣的和台灣的中原 交五戰爭1879的時候 日本逼命將釣魚島編入台灣 簽了馬關條約 所以現在馬關條約割台灣給日本 無形中因為逼馬編 所以整個還是刮進去 日本拿去 剛才是講錯話 所以剛才是中國大陸 現在是台灣 這個釣魚台島最早是中國人發現的 早在14世紀明朝的時候就發現 然後在15世紀初在1403年 由這個書記 這個書裡面跟地圖證明 這個那本書叫順風相送 那麼現在這個原本還留在 這個英國的牛丁大學的圖書館 那裡面就明確地記載說是中國人發現了 釣魚台 而且是有地圖 所以這個是中國發現的 是中國的一部分 在民國40年代的時候 這個中山群島 這個大城撤隊的時候 就已經一度地駐紮了釣魚台 所以這個釣魚台 在台灣東北漁民的治虎 就在那邊捕魚 或者是做避風感 這裡已經是有百餘年的歷史了 然後在地理和地質來講 這個釣魚島跟台灣的關係很大 台灣島大頓山及觀音山山漫向東西延長 延伸至海底的突出部分 所以它是可以說是跟台灣關係很大 而且距離很近 所以應該是屬於台灣 錯 台灣是一個 大家公認的地方在那裡 可是呢 誰都沒有在crank 這是我的 為什麼是他們的 只有台灣 認為他們自己的 為什麼 台灣移民的大量運氣 有使用的價值 你大量運氣 和平共存 你可以借用佔用 但是我們就不爭 所以台灣應該屬於台灣狹隘的自由區 你們就可以使用 這是叫台灣的 我的看法是這樣的 因為你看看這個 這三方面的這些文獻 都是從歷史觀點 從地緣的觀點 從使用的觀點 公說公有理 可是炒一炒去就是沒有一個定路 因為 從歷史的觀點 從這三方面 大家都可以找到證據 來抗衡對方 那這歷史的觀點就是說 如果用歷史的觀點 來決定那個領土是誰的 這個世界上 炒完天啊 每一個國家都可以 用這個觀點來炒 那個是我的 那個是我的 所以從這個觀點來炒 根本就是不對的 從歷史觀點 這個案件要追溯到幾年去 第二就是說 從國際法的觀點來說 國際法算什麼對不對 大部分都是西方國家跟內搶 來決定這些其他 我們判定你怎樣 我們判定怎樣 那沒有把那個區域的歷史 對不對 算計一些 像美國托管什麼 就還給什麼 就是美國憑什麼 講這種話對不對 國際法的觀點來說 憑什麼判定這樣 所以這個法律根本就是一種 內搶的bias 根本不通啦 講不通啦 現在 現在世界上很多不和平的地方 會有conflict 大部分都是列強用 這是什麼 國際法來判定什麼什麼 所以導致那個以後 例子上以後 這些地區的國家 就開始有爭端 因為這些人 這些人 這些人 這些國家裡面 根本不贊同 也是反對他們這些列強 來所謂掛分這個地園 然後使用的觀點來說 就是說 每一個國家都有使用 這個島嶺 所以從這個觀點來決定說 誰比較有權力claim 也是不通的啦 所以呢 我覺得是說 從 因為我們大家都要從那個 世界和平的觀點 對不對 全世界最好都是和平 大家要和平共處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最好的判定就是應該是說 這個島嶺 這個島嶺 這個主權最接近哪一個國家的 就應該是屬於那個國家的 台灣 就是台灣 這樣全世界才會和平啊 好 你講錯了 我講錯了 你講錯了 我講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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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不決定啦 好 那請進進 因為時間請進進 還有兩位 還沒有發言 這個馬英九在 我不知道講 他有提到 就是說 日本主張對釣魚台的主角 是趨於occupation 就是現在有 誰先戰 誰先強 可是這個是 是不對的 因為當時 台灣釣魚台 列島是清朝領土屬於 台灣省的閣馬南京 就是現在的宜蘭 不是無主土地 日本侵戰行動 這種窃戰在國際法上是致死無效的 沒有說 Terranellos 這裡有提到那個 在1970年左右 台灣有一個打撈公司 他們也實際在那裡做那個打撈的工作 就是在釣魚台上 而且他在那裡面也有建設 也有建馬陀啦 還有那個台車道 可能是台灣叫做 就是那個 等於那個 方便那個 比較重的那個 機械什麼的意思 所以 照這個 地理位置來講 台灣是 也應該是 很強 我們基於那個 地理位置 還有 我們那個 台灣是 跟 在日本的時候 是屬於 各樣子 但是以後 變成中華民國的話 當然就是屬於中華民國的 當然就是屬於 當然就是屬於 我們中華民國就是台灣的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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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叫做什麼 參加什麼 官場比賽 來 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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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現在 我們就 如果有哪一族 願意反駁的話 就有反駁的 不一定是每個人都要發言 但是 有人想反駁的話 就 我為什麼 當然 剛才是超過兩分鐘 但沒有關係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希望是發言的時間比較長 反駁的時間比較短 因為反駁可以講很多 但是我希望反駁的話 就比較簡潔 就說 剛才對方講的什麼 你覺得是 為什麼是不對 為什麼要反駁 而且我們的時間確實有限 所以 先 如果日本族有沒有人想反駁 都想反駁的有沒有關係 沒有辦法反駁 沒有辦法反駁 要不要反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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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反駁 好的 我要講 你們大家都講的 互利談話 講這些都沒有用 第一個 一個條件就是說 像中國 他說 中國好早以前就是他的 都畫出他的版權 中國最大的就是說 他把他的華麗稱為天子 就是說 他認為天下都是他的 地圖怎麼畫 全面你怎麼畫 大家都可以畫 你沒有人住在上面 一個國家 你看是不是屬於他的 就是說你看能不能 跟你的人民徵稅 這是最基本的一個 政府的那個成立 中國大陸你看好了 再過幾年 他就會說月亮是他的 因為我們唐昭舊 也就長而 好到 月亮上去 我們上面也就有機會 這樣子 這是中國的看法 那台灣嘛 更是不要講了啦 你們說什麼話 很介在 是從這個事情出了之後 台灣有沒有 講過一句話 什麼事情都不敢講 你們就是理缺啦 你們自己知道沒有理 所以你們講話都不敢講 所以我說我們日本這裡 又有人住在上面 又這麼又瞌睡 所以這個根本就是屬於日本的 所以我認為這邊剛才有講到就是說 歷史 那麼這一歷史的話呢 我們整個美洲應該屬印第安人 那麼你講那個以地形來講的話 那也是整個這個大陸 歐洲啊 這個這個全部都是一個國家 所以這些都不對的 我認為就是以法律來做決定 而且這個法律是會變的 所以我們以最新的法律為標準 那你講幾百年的這個法律 所以現在又會改 因為不但是這樣 每個國家的法律也是不斷地在改 所以我們以最新的法律做標準 那謝謝大家 OK 很好 那現在是 中國大陸有沒有像法國的 不像法國的沒有關係 已經講了很多了 有啊 他有啊 他有啊 你也可以講 我再講一下 各位這位先生 我們的殿佛 你講什麼 剛才這位先生說法律 什麼法律 法律要講國際法 不是講個別國家的法律 你的法律 日本法律跟中國法律不是一樣 那當然我們講國際法 現在是他們的 國際法 那你剛才還提到印第安人 是印第安美國 是印第安人 你這個 你這個 你拿出來這一點 這觀點也不錯 很好 印第安人呢 是因為他 他權力不夠大 但是最重要的一想法 印第安人並沒有說 承認 這是 這塊地上是美國 印第安人還是要 所以 我們美國為了這一點 還給印第安 一些 reservation 我們再講到 回頭 剛剛您有提到 我是覺得 我們今天的辯論 要拿去證據 拿到 這個證據 我們剛剛 我們團隊所提的 每一個在歷史上關聯 因為歷史 比較最矯的 根據歷史的話 當然 這都是中國的 很不錯 可是 以後 歷史 後面的歷史 日本人 又說是日本 在這裡面 有很多條約 有很多證據 在日本歷史上 有很多證據 他們都有對 釣魚島這個地方 做勘察 調查 事實上 他們都承認 這是釣魚島中國 但是呢 日本為了求生存 他們 小島國家 為了求生存 所以呢 一直想要釣魚島 還要向台灣 要台灣 再進一步 他還要大陸 這都有實實在在的平均 中國人沒有去侵略日本 但日本呢 去侵略中國 我們抗日戰爭就知道 被殺死多少多少多少人 所以日本的野心 當然不在話下 大家都很清楚 再一個釣魚島 還有一個證據 是屬於中國的證據 就是德國人 為了這個 我忘了這個 大科爾的名字 一個德國人 他一個名稱教授 他在中立的立場 他做個影片 做成影片呢 就要放了出來 可是美國呢 放了以後 不准再放了 日本到日本去放了 日本 你看 心有虛 也不准 這片子 在日本去放 他是拿去很多很多證據 當然我們沒有時間 把這些都說出來了 他得半個小時的景片 說 在歷史的觀點 在地域的觀點 以及政治的客觀的觀點來說 都是屬於台灣跟大陸的 因為台灣呢 是屬於中國大陸 所以呢 在歷史上 不是在歷史上 不是在歷史上 我們是這樣子 在歷史上 你現在在歷史上 對 我想因為時間的話 我畢竟因為我們 我原來想早一點下課 因為我怕這個下學 還沒啦 但是我自己要回到Renton 然後我就再學一學 然後我快進去 然後 然後 OK 你們還沒有 哦 你們已經時間 沒有了 OK 你們好 好了 OK 最後 台灣 台灣 歡迎 台灣 剛才日本講的事情裡面 我提出兩點 要反駁 第一 是日本說 有居民住在釣魚島上 他有照片為證 我相信這個照片是假的 因為請大家看 這個照片上面那張 跟現在 最近造出來的 勘察的照片 完全不符合 這個地形看起來 有很大的平地 事實上 釣魚島 沒有這麼大的平地 而且這個 上面還說 住了很多人 從來沒有過 這些人 不曉得是在日本 哪一個 在東京附近 還是什麼地方 這照片根本是假的 第二點 是提告這個 舊金山合約 確實舊金山合約裡面 是講的是把台灣 是規定 是屬於這個 美國托管的 但是舊金山合約裡面 根本沒有提告這個 監獄群黨 所以這個日本是在那裡胡說 沒這回事 大家去看 舊金山合約裡頭 根本沒有監獄群島 這個 內容在裡面 OK 來走 你們各位還有什麼講的 所以 我只是要 make a point 就是說 第一我覺得就是說 在這三方面的 爭議 裡面 在日本的理由最薄弱 他們只是就是說 叫做 accidental owner 就是剛好被 assign 說 說帳號 好啊 就是怎麼樣 所以他們從歷史法理的觀點 都是最誤益的 所以 所以 等於是先把日本的ownership 先化掉 然後 然後在台灣 跟大陸 中間 再 negotiate 所以這是以後的事情 不要 不要這樣 等一下自己喝酒 然後 謝謝大家 我想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到此為止 然後請這個 judges 請 judges 請到外面去 用三分鐘的時間 來決定 然後等一下 進來的時候 就宣布你們的決定 好 好 真心 就是 他們老子三十五十 有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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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好 有幾點 大家有提到 是我自己 我覺得 很有道理 他說 徵稅 是一個很 是一個很 基本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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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有沒有人 獎稅 這個是非常 basic 法律 有人使用法律 然後也有人說 一個國家的法律 跟國際法有區別 我覺得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點 然後 歷史 歷史很複雜 不過 我覺得剛才 這個歷史的問題 也是非常 很複雜 不過我覺得 我們可以 我覺得 是不是學術界 我剛才有一個想法 我聽到 這個 這個說法 說歷史沒有辦法 解決這個問題 不過 是不是 是不是 學術界 就是盡量 在做這樣的工作 就是學術界 他們是開會 來 出版一些 新的書 是不是 學術界 就是要盡量 在 不是說 決定 但是針對一些 證端 用一些 提出一些證據 比方說 如果我現在 在 哈佛大學 出版社 我出了一本書 這本書的意思是說 就比方說 漢朝的時候 有中國人 我發現 我是考古學家 然後我發現 有漢朝的時候 有中國人 住在這個 釣魚台 然後我出 哈佛大學 出了這樣的一本書 那這個是不是 有一點權威 我不能說 所以我們說 你可以說 歷史 每個人都可以拿出一套 對不對 都可以拿出他的證據 這是對的 我完全同意 所以這個就是歷史的問題 但是 歷史 我覺得 因為我是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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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我們不能完全完全 否定歷史的價值 因為歷史 還是應該有 一點點權威 像 中國大陸那方面 他們可能會 會覺得 美國的歷史 美國的歷史 都是非常有偏見的 但是 他們也會承認 如果 比方說 哈佛大學 或者 Yale大學 除了 一本書 他們也會去承認 應該會 所以 所以 還是應該有 歷史 歷史學家 應該有 一點點的權威 那可能 哈佛大學 不過 問題是 美國的大學 也是受到 政府的補助 那 中國大陸那方面 也是受到 政府的補助 所以他們到底 他們出版的書 是不是代表 也是 有一點代表 政府的立場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比方說 最近 最近 華大 華盛頓大學 出版社 他們出了 呂秀蓮的自傳 然後我就覺得 欸 那是不是 我自己有 莫名其妙的一些 一些華裔論的想法 我說 是不是 美國政府 是要支持民進黨 因為他們希望 要反抗 要用民進黨 要搗亂 來反抗中國大陸 什麼的 所以他們就 但是這個 我自己胡說亂想 但是 就是說 但是 就是說 是不是 我不知道 我沒有研究過 就是說 呃 比方說 哈佛大學 他們有自己的基金會 所以他們是 應該不屬於政府的政策 不屬於政府的 但是政府也有四難團 所以 呃 到底 歷史 跟宣傳 有什麼不同 我想這個是一個 基本的問題 歷史的 歷史的 證據 那還我覺得 這個提的很好 那 那個合約 呃 至少這個 馬英九 他是研究這個 釣魚台的時候 他花很多時間去 去去去去研究這些 有哪一些人簽訂 這個合約 不過剛才這位先生 提到這個 那個舊金山 那個San Francisco距離 呃 根本這個 這個沒有 沒有這個釣魚台在裡面 這個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呃 還有 還有這個 是不是有些證據是假的 哈哈 哈哈 這個算有一些 這個我也沒想過 哈哈 哈哈 而且這個怎麼 怎麼判斷 怎麼我們怎麼決定 我們怎麼 呃 對 因為 之前 比方說我 我研究所的時候 我們根本不會去想這個問題 有人出了書 呃 出了書我們就會說 哦 他寫得很好 他有這麼多的證據 但是我們不會去想這個問題 事實上 我 我來這邊 我在研發組 我們談這個明朝的時候 然後我提到說 我記得我 我提到誰 那個 李自成 我說李自成 我就說 李自成 他做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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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當皇帝的時候 然後他穿 他穿 他穿內褲 後來就引起很多人 抗議了 很多人就說 怎麼這樣子 後來我花了很多時間 我花了很多時間 我花了很多時間 我查了很多書 然後我也請一個 一個 我的一個 一個同事 一個同學 他現在是 就是研究這個 明朝的一個人 他參考了 我跟他一起 我們參考了很多的 呃 野史 還有很多歷史 明朝的歷史 野史 我們也發現 這個漢學家 Wikman 他是美國的 他跟那個 費章青一樣 他是非常有名的一個人 我們發現 他根本沒有證據 他寫的 他明明 他的一本書裡面 他有一篇文章 是Jonathan Spence 編的 Jonathan Spence 主編 Jonathan Spence 是最有名的美國漢學家 那我記得 我剛開始 在這邊上課的時候 有一位長城 常常有 要跟我這個 他說美國漢學家 他講 一句話就會怎麼這樣 他說的是 對 因為這個漢學家 Wikman 他寫了一篇文章 就是有關這個 李子昌 李子昌 他說李子昌 是這樣子 後來我們就發現 這個名史 野史裡面 根本就沒有 所以我不知道 他從什麼地方 得到這個 這個 這個 idea 所以我原來 我想給他寫個 email 後來我發現 過世了 所以我就 他就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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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 我明年 我會跟我的 以前的一個導師 我會跟他吃飯 大概二月份的時候 跟他吃飯的時候 他應該跟 Wikman很熟 然後我就會跟他 跟他多去 多去了解 去問 問這件事情 所以假的證據是 或是根本沒有證據 其實是 應該是 希望我們可以把宣傳 跟這個歷史 還是可以有一個分別 可是很難 很難 很難 對 很難 很難 因為如果 比方說還有一個辦法 如果你去研究 學術界的權威 比方說 我們就拿哈佛大學 你去了解哈佛大學的歷史 那也會讓我們 有提出很多話 以為哈佛大學的基金 它很大的一部分 是來自於這個 鴉片戰爭 他們去打那個 鴉片戰爭的 有哈佛大學的 一些創始人 他們也是去參與 這些戰爭 然後他們把這部分錢 我聽說是 我的一個 事實上的一個 哈佛的一個老師是這樣講 哈佛的大學的基金會是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 然後一部分是拿這個 鴉片的錢 所以 那種哈佛的錢 是罪惡的錢 是罪惡的錢 他原來 這個原來 成立哈佛大學 原來的目的 是要教育 要徵求中國的有學生 來上考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就是說 如果你說 你可以批評你說 哈佛大學 它是 它的基本的 它的基本的基礎 是來自於 帝國主義的一種 一種壓制的一個戰爭 那 這個跟他們從事的 這個學術的工作 有沒有關係 不知道 可能從歷史的角度 沒有 但是從道德的角度 沒有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這個實質 是不是代表 比方說有人說 考古學家 我以前有一個同事 是一個比較偏向 這個 left-leaning 的一個 考古學家 他們說 只要考古學家 archaeologists 到一個新的國家去 他們就是 帝國主義的前奏 你先派這個 靠古學家去 他們去了解 去了解 他們學很多的報告 去了解這個地方 然後 這個 軍人 可以很了解 或是政府 可以了解 他們的敵人 所以 學術界 是不是屬於 政府的一部分 或是軍事 我不知道 現在是 Judges 的時間 請到前面來 請大家 請大家 對 一定要在一起 要不然是太危險了 所以我也有一點不易感 所以我好了 對 對 對 我們這一組 也不一定說 每一個人 中間一點 你們就像 Supreme Court 所以我們這一組 也沒有說法 我們 我們 完全沒有 OK 大概是 我聲音比較強一點 所以你 就讓我講 你現在 那麼快 太紅了 怎麼這樣就去那邊講 這是什麼 太紅了 打電話 請到外面去 那我一切 可以講 我們這一組的感覺就是說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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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越 pronto From environmental impact 那個地方現在已經變成非常污染了 然後 Big Japan If people 這個島島的區域變成一個 國際環境保障的區域 有點像我們這裡的國際公園 所以每一個國家 你假如是要去那裡做什麼事情的話 你付費費,然後你離開 你不需要住在那裡 那些島嶼大概也不可能說 有很多人可以住在那裡 所以,結論,變成一個國際公園 對不起,可是評判的觀點 不是偷愛的解決 你只要看哪一方面,你再給道理 我們已經討論過了 說三組都講的理由都非常充足 而且表現得很好 但是就沒有高屏 不能夠說哪一個是贏了 哪一個是輸了 三個都好 這是很好,這個是out of the box 就是說你用這個 你用這個traditional method 想解決一個辦法 沒有辦法 所以你就用out of the box 一個解決,這很好 但是你說的,我們第一要做judge的話 先要了解每一組的強勢的地方 每一組講的理由都非常充足 所以我們judge認為你們都很好講的 但是這個事實的problem還是在 世界上有很多這種事實的problem 都不是靠我們隨便這樣就可以 說歷史的或者地理的或者是人文的 而事實上,今天的世界上的問題 都是誰的拳頭大,誰就贏了 對啦 我想講一下,當這是一個好玩的一個 subject,大家來辯論 但是我的感覺,我對這個judge 他做了conclusion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這是我不曉得,我們真的不在乎 因為實在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但我想很興奮 你們在給Point的聲音老師 剛剛講說,如果有一個人沒法門 要減一個分 我不曉得你們在judge的時候 是不是這邊有兩個人起來反 給他加兩分 如果你用這個分數 我想應該可以有一些 這個啊,說 有winner 或是loser 這種東西 我覺得這是比較好玩的地方 我們不是大家來說做conclusion要 solve this problem 我在那個PLU 我是做了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實驗 我是就是像這樣說 我是辦一個叫rollplay 中文怎麼講,就是一個演戲 演角色 角色 扮演角色 rollplay就是說 我們是一個學期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小組 然後每一個,比方說一個小組 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就是它是叫China in the second world world 那比方說有一個小組是代表國民黨 另外的小組是代表共產黨 還有一個是代表蘇聯 一個是代表美國 一個是代表什麼的 然後我就告訴他們 誰贏,他們就有一個A 就有4點的A 然後誰輸,你就有一個D 然後是有確實的,有真正的競爭 然後我就給他們一個非常很多的規律 很多的規則 比如說你要什麼樣的法國 你要拿出什麼樣的證據等等 然後最後,真的 我忘了是 可能是蘇聯他們贏了 然後日本輸了 然後日本輸了 他們非常不高興 但是後來他們又非常不高興 後來他們就接受了 但是我覺得 anyway 如果你這個教授是以這樣子來給學生分數的話 光是在辯論的時候可以比賽成績 但是學期的成績絕對不能用這種方法 學期不行,因為不公平 因為那個學生可能是非常好 但是因為他是站在要辯論這一組上面的話 他的學期成績就差了 真的是非常絕對不公平 我同意 但是我還要為自己辯論一下 我同意的說法是不公平 但是我覺得還有一個原則比上課還要重要 就是說一定要做experiments 每個學生一定要做實驗 為什麼毛澤東 OK,我是研究國民黨 我不是研究 但是為什麼毛澤東年輕的時候能夠做得很好 因為他很願意做很多很多experiments 但是他有沒有想像毛澤東要做那麼多的experiments 我不知道 這個以後可以可以講 所以我就是說 我做的是 我也是有懷疑 是不是對他們不太公平 對,因為他們很重要是… 我覺得你從道德方面說得對 不是道德 你原則上就是錯了 OK,原則 但是… 做一個教授 學生他happen to be 分在這一組 要這個來… 不管他做多少的study 或者是做多少的研究 多少的plan 因為他被stuck在那個group 所以結果他就… 這個我也算在裡面 我是讓每個人可以得到自己的points 就是說我也考慮一下 我的這個… 事實上我的那個… 那個…那個叫什麼… 習主任 他也提… 他也講這點 他跟你一樣 他說不公平 所以後來我就… 我又安排 我說每個人 又可以累積他自己的這個… 這個成分 但是我還是覺得 在現在的大學學生 他們一定要了解說做experiments 他們要看老師也… 也很願意做experiments 所以因為很多學生他們… anyway… 所以也許是unfair 但是他只是一課而已 所以… 所以… 今天只有三組的人的表現都非常好 I can pick so many stars like Joe over there and then that gentleman 我能不能提出 我們能不能向 judges 請教一個問題 可以 你們提出的這個解決的這個方法 你們願不願意把它用在台灣本島 就是比方說你願不願意讓台灣作為一個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ed District 然後有這個國際… 國際間來… 來這個… 來監督 願不願意 沒有 沒有 一個國家 沒有 一個國家 你不可以 這個是有權權 有憲法 要得到他們的人民的投票 OK 那是我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你們願意不願意 因為現在釣魚台 有五個小島 能不能把每一個島 給一個島 一個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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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共台灣 全世界 屬於一個區 一個區 這個是一個最和平的方法 就是說大家都有主權 不是主權 大家都有權力 所用權 使用權 然後你要付錢 人流三個國家每一年 就是Fishing 2017 日本 2018 台灣 不 中國 2019 為什麼不只是Fishing 為什麼你說今年釣魚台是屬於中國 明年 這是屬於Own by International 你說華律也不能絕絕 為什麼別放人可以 還有屬於 今年還是給這個人結婚 明年都是 我們必須 謝謝大家 你們我們覺得 第三次是世界大戰 誰贏了誰有 OK 我們最後我想看看 請看一下 然後我先確定一下這個Date 明年 請大家先確認一下 我現在的C位 請大家看一下 等一下,我就是要解釋,用一分鐘的時間來解釋一下,來介紹一下這個,這個是明年的課程表 明年的課程表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OK OK 我先用兩分鐘的時間來介紹一下 我這個時間,我只是寫最後的星期六,每個月最後的星期六 但是我要跟銀行組確認一下,還沒有確認一下 我只是介紹一下,我是這個格式,上面是那個內容,下面是我們上課的時候要看的資料,然後下面是一些學術界的文章還有書 這個是我自己會參考,比方說如果您想了解我的講課的內容是來自於什麼? 謝謝 你看二月二十五號,第二月,鄭成功和他父親 我們上課的時候,我們會看鄭成功跟他父親寫的信,我們會一起看 但是我講課的內容都是按照有一本書叫《Voices from the Maintain Cataclysm》 這個是華盛頓大學出版的,然後還有兩篇文章 如果您有很多的時間,有興趣的話,您也可以去看這些東西,如果沒有時間的話,就不需要看 然後我到了這個七月二十九號,我是用我自己的書 然後我到了這個九月的時候,我說到這個民主的啟蒙以及它的後果 我會選一些短篇小說,然後我們上課的時候一起看 OK,你們有什麼問題?沒有 OK,謝謝 OK,那我們就明年見 OK,謝謝